台东复岗港是传统渔港时的时代变化 增加了交通船还有货船功能 县政府利用这次扩港工程 除了填海新建新的后船大楼之外 也重新对港区空间来进行调整 预计在明年9月份可以完工 未来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多功能的国际港口 原本主要以传统渔业为主的台东复岗港 随着交通船及货船的加入 让港口的功能更多 但附地也因此不服使用 我们赴港港本身是一个移港 现在慢慢间距有交通船 还有货船的相关的功能 所以在这种前提之下 我们开始做整个扩港的计划 我们从104年核定之后开始花包 经过105年到今年 终于把我们扩港的计划 能够开始低阶段的开始花包完成 过港规划多年前就开始进行 却有许多状况无法进行 县政府在本月确定成功发包后 未来将有新的面貌 我们整个从移港到能够捐捐交通港的功能 当然我们在整个港区的规划 尤其做船舶的停泊 我们有做停泊的这种管理办法 另外对整个港区 因为港区腹力不够大 所以我们相关的交通的动线 包括停车 我们也利用这个机会 做整体的规划 包括整体的港区的停泊 包括清洁 包括连续假日的交通管制 另外包括港区的整个船舶 或者包括车辆 或者港区的整个安全 我们也做管理 所以在这种潜艇之下 我们今年陆续的开始达成 那工程的部分我们希望第一阶段 就是包括田港 还有相关的南防波体的部分 还有东体的修复工作 我们希望从下个月开始 然后能够在450天 在明年的八、九月能够全部完成 那后续的包括客户大楼 还有后续的将关跟整个富岗社区 整个港区的整体的规划 我们也希望在陆续的两年内可以完成 也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希望在民国110年能够完成 大致的完成 另外港区的规划 包括整个动线 包括停车空间 整体的立体空间的改善 我们也希望能够在111年到122年可以完成 农业助长徐月桂强调 富岗港在明年下半年完工后 将成为台东建具观光渔市 离岛交通及货运等最重要的港口 提供民众更好的港区环境 记者潘俊伟台东市报道